字幕志愿者 杨茜 好 OK 来 各位同学早安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位 这个抽象化的艺术家康宁司机 那我刚刚在按这个录影功能的时候 这个机器跟上司一样很奇怪 他就突然说要把某个学员踢出去才能够录 我也觉得很不解 上次也发生过一次这个情况 所以刚刚有一学员又被机器给踢出去 真的很抱歉 希望他可以很顺利的赶快再上来 那我们就赶快进行 那我们每次上课会先等个五分钟左右 这一点跟找到了同学先说声抱歉 因为我想大家也都生活很忙碌 那常常这个课程一开始 最前面其实可能一进入课程 马上就会有很重要的讯息 那如果我太早点开始 那有的同学买点进来 可能就没看到前面的讯息 但是我们总不能一直等下去了 那所以我就直接差不多 我们就赶快来进行 那如果没有完全看到前面的部分的同学 当然回去可以再看影片 也是可以补回来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一位艺术家 我猜了很多学员可能 之前对这个康丁司机这个人 应该是不大熟悉 或许你听过他 那可能稍微知道一下 那也可能听过说 可能就是关于抽象 艺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在讲康丁司机这个人 之前我们先来厘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来 就是到底什么是抽象艺术 什么是抽象艺术 这个问题常常有人在问我 不管是学生 或是甚至是同事 或是说 有些家长在跟我聊 艺术教育 是在聊一些艺术赏息的时候 都会讲到这件事情 那我们通常在判定 什么样的作品 它是抽象艺术的时候 常常会用一些指标 或是用一些标准 那常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通常会 觉得抽象跟写实 它是一个相对照的 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如果说我们用 抽象跟写实 这样子的概念去看 艺术品的话 比如说 像这样子的艺术品 我相信没有疑问 博有人认为它是抽象 都是写实的概念 对不对 那比如说像印象派 这些画家们的作品 我们之前其实就讲过了 印象派虽然它在 艺术创作的 这个技法上面 或是整个创作的一些理念上 表现手法上 有别于传统的 一些学院派的表现方式 但是印象派的画家们 他们在创作上 基本上都还是 遵循了写实的 一个主要概念 只是表现手法不同而已 所以印象派的作品 当然以这些来讲 很明显 他们也是属于写实的概念 好 来 范古 范古这张星空 很特别 对不对 他在这个疗养院当中画的 我们如果抬头看天空 不可能看到天上会有 这些螺旋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画里面的东西 看起来 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你可以说他不写实 好 那他不写实 所以他抽象吗 讲一下 来 我们再来看 这个之前看过的 马蒂斯把他的太太 画成这个样子 虽然那个人形你看得出来 可是 那个色彩 感觉不写实 是吧 马蒂斯开创了所谓的 野兽派的概念 在色彩上 有一个很大的解放 所以你看到他这个色彩表现并不写实 好 那右边这张更是 好 右边这张他有一些 人物的简化啦 形体的简化 这都不写实吗 所以这个抽象吗 好 再来看 哎 毕卡索我们也是之前看的 你要把人画成这样 当然 更加脱离了写实的情境 在造型空间上做了极大的革命 好 那 所以这么不写实的作品 那你说他抽象吗 好 刚刚我们看到这些呢 跟你说都不是抽象吧 很多人看到像毕卡索这种作品 都会很自然而然说他的作品是抽象化 但事实上毕卡索一辈子几乎没有画抽象化 他的作品其实都还是 属于 在这个 跟真实世界有连结的一个状态之下 当然他有很多的变形 我们可以说毕卡索的作品有强烈的 空间的这个结构 他有很强烈的变形的一些 处理表现 但是不是抽象化 这一点要先厘清 因为很多人会对于一些现代艺术 觉得这些有了一些 剧烈变化的都把它列为抽象化 其实并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 研判抽象化的标准的时候 其实我通常不会用写实这个概念 来跟抽象做对照 因为这样子一对照就像刚才的例子一看 那些作品 毕卡索的马蒂斯的那些 不写实啊 但是他并不抽象 所以我们要换另外一个概念 可能会比较有效 我用具象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今天在判断这个 是不是抽象化 的时候 我觉得用具象这个概念 来跟抽象做对弈 是比较有效的 那具象的话 当然他会包含写实没有错 可是他可能范围更广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范谷这样的作品 他不写实啊 可是他有具象的成分在里面 就是所谓具象当然是说 他画面中的东西虽然已经不写实 甚至有可能有些解构有些变化 可是你从里面可以看得到一些具体的 他在表达的一些 现实世界的一些形象 像树 房子 月亮 星星这些的 所以他虽然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 但是他还是具象的一个概念之下的创作 好 马蒂斯的也是 虽然他也做了一些变化 色彩也好 形体也好 碧卡索的也是这样 他们虽然都做了很多的变化 脱离的写实的范畴 但是他们都还是在具象的思考里面 还要干 那我们再接着看一些不同的作品 好 比如说 碧卡索在立体主义时期 他的一些研究作品当中有这样子的作品 当然有那个结构的更夸张的 这些都不写实了嘛 可是你不能说这是抽象画 因为他还是有具象的成分 你看到是一个女生在演奏乐器嘛 OK 这幅画很有名啊 当然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座里面没有机会去讲这个人 这挪威的一个艺术家 孟可 这个呐喊非常有名 那你说这张画抽象吗 当然不是嘛 因为他一样你看得到桥 看得到 这个霞湾的一些景 看得到那个人他在呐喊 还有后面有两个人的 一项虽然模糊啊 那也没有人看 你还要看到那个船的影子 这个作品也不能叫抽象 OK 来 这是达利很有名的一张作品 达利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他 来 达利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 我们下个礼拜呢 会跟大家介绍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 但不是达利 很多人会想说那达利这么有名 你为什么不介绍呢 我下礼拜在讲的时候 其实还会讲到达利 但是我下礼拜选择的那个人 非常酷 就大家可能很少注意他 那我更要去介绍他 因为他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得 我们去欣赏跟思考 好 那我们回来讲达利这张 你看那里面的东西都 都都变成像乳酪啦 弯曲啦 也是变形啦 好 但是一样的道理 他虽然脱离的写实情境 但是他还是具象的 他还是在具象的范畴里面 一直 你不能说他是抽象画 诶 这个很可爱的 那这是抽象画了吗 这个比较有接近一点抽象画的味道 但他还不是哦 你看这张 其实他在画的是一个公园 你可以隐约看到里面有一些像树的形象 当然他用一些像符号的东西去暗示了 所以这张你可以说 诶 他有点接近抽象的那种味道 那也还不是 诶 那这张是不是 这张其实 诶 就算是抽象画了 这张是抽象画 这个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抽象艺术家 叫波洛克 这个可能有人听过 波洛克他画画 就是像你看到的一个画面 他很多作品都这样 但是都长不一样 因为他会用不同的颜料 他作品都很大 有时候放地上 他就拿颜料去泼 去撒 去滴 去甩 从四面八方去做效果 然后之后他觉得可以了 他就停下来 就呈现出这种自然泼撒的这种效果 好 那这是一种抽象表现 好 那 我们刚看了一些 我们就是要去厘清一下抽象画 其实他的标准要跟具象去做对照 他只要带有具象成分的 通常我们就不称为抽象画 好 那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们去欣赏世界上所有的艺术 真正最纯粹的抽象作品 坦白讲 那数量就非常少 好 那具象的作品当然就非常多 那你可以把这个抽象跟具象 想成是一个光谱的两端 好 那所有的作品 可能就分布在这个光谱的两端之间 可能有的偏具象多一点 然后很极端的 可能就会非常写实的概念 那偏抽象这边一点的 可能他就变形了 或是符号化了 那到最极端当然就是最抽象 最单纯的抽象 好 我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 好 来 那关于抽象艺术呢 有一些 这个迷思 或是有一些误解 我要稍微讲一下 那有人都会说 那我懂了 反正这个抽象画就是看不懂的话 好 这样讲不完全错了 抽象画可能 你说绝对的抽象 它里面没有去 表达任何的形体 表达任何现实世界的物件 那的确会让人乍看之下 会看不懂 好 那当然我们讲过 我们撇除那些 像毕卡索 他画的那些歪歪歪歪 有的人也是有点跨模 但是那不是抽象 好 那很多人觉得反正看不懂 就抽象画 那乱画就是抽象画 但是这样子讲 其实就不对了 抽象画 其实它在表现上 还是会有一些 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部分 当然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 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 不管他今天在表现的是 任何风格的作品 他都会在他 所想表现的这个脉络上 近其所能 努力的想让这样的一个 成果呈现的更好 那康丁斯基就是属于这样子一个 很有责任性 而且他的这个整个创作的历程 他是非常投入非常用心的 所以很多人可能对康丁斯基 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认识 我希望通过今天跟大家介绍 康丁斯基 你会对这个艺术家 会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会 看到最后你会很佩服他 而且你甚至会喜欢上他 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负责任的角度来讲 抽象画是不容易的艺术 不是像很多人所讲的 说抽象画就是随便乱撇 随便乱画就可以 绝对不是这样 等一下我们后面在欣赏作品的过程 你会不断的去理解到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抽象艺术 如果你曾经对抽象艺术有一些了解 或是有一些涉猎 你可能会想到有一个人 他其实也是属于抽象艺术的一个开创者 虽然他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可是我把它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来 有一个人蒙德里安 你有听过吗 他是一个荷兰的艺术家 那这个通常我们称他是所谓的荷兰的风格派 他自己自称他是新造型主义 好 不过我讲过了 这些所谓的派别啦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什么主义者 有时候是艺术史研究上我们归类的一个大概 其实很多艺术家他很难完全归类 好 那蒙德里安的作品 其实我相信很多学员应该都看过 你可能名字跟那个作品对不上 来 我们来看两张他的作品 来 这种风格看过吧 用这种水平线 垂直线在画面中做一些 组合做一些排列 然后用黑跟白 还有三原色 大块面的这种平图色块来呈现 还有这一件我相信有人也看过 那右边这件当然跟左边的比起来 稍微色彩的感觉强烈一点 没有那些黑线 那右边这件呢 你可以说他是抽象画 但他带了一点有趣的意味 因为这是他在美国 纽约的时候还 他在纽约的这个白老会 白老会的爵士乐 那不管就是蒙德里安的这个作品 我们也说他是一种抽象表现 的确他抽离了很多 外在世界的一些可依旋的形象 就是只剩下这些线条 色彩 空间的运用 那你会看到他的表现是相对来讲 比较 简化 而且感觉比较冷静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蒙德里安跟康丁斯基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 他们两个人在人生中都做过 这个名字的作品 很有趣啊 不约而同 他们 各有一件作品都叫构成第10号 我们来看一下蒙德里安的构成第10号 长什么样子哈 你应该可以想象哈 就跟刚才你看到那个很接近 这是蒙德里安的构成第10号 这在他67岁的时候画的 OK 那 康丁斯基也有一件作品叫构成第10号 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 那我们现在让你先看一下他的画面 哎 这个是他73岁的作品 因为我们两个差了 6岁 我们从这两张作品 我相信不用我多讲 大家都看得出来哈 呃 一般来讲在艺术史 或者在艺术赏西的领域当中 大家会这样子去形容 就说哎 这两个大师哈 他们都开创了所谓的 这个抽象表现 那 蒙德里安的抽象表现 相对来讲是比较冷静 我们说他是比较理性的抽象 好那相对的 哎 康丁斯基的我们就可以说 他是比较感性的抽象 好 我相信大家从画面中是看得出来的 好不过 你现在看到这个康丁斯基73岁这一张 啊 他当然他跟蒙德里安的比起来相对是感性 可是如果跟他自己早期开始研究 抽象画的作品来说 哎 那这多了点理性的成分 啊 好所以康丁斯基的抽象艺术很值得 我们好好去欣赏他 啊 因为他的这个 整个 创作研究过程非常多变 这欣赏起来很过瘾的哈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康丁斯基的基本资料 哈 1866年出生 1944年过世 哎刚刚我们看到那蒙德里安很有趣啊 他也是1944年过世哈 来 康丁斯基小 木下6岁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木下 那上礼拜我们讲木下的时候 当然也有学员提到一些当时的这个 艺术 发展的一些背景啊 或者其他的 像我也那样的艺术家之类哈 那我当时会选木下 当然是因为这个新艺术风格 木下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那他的故事也有很多动人的地方 再也就是说他独树一个的这样的表现 跟新艺术在艺术史上 虽然短暂哈 可是在那个时代这样子的一个 开花的一个盛况哈 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还有连接到之前工业革命 到人们对于 这个人性和机器之间的思考 我是想去带出 他那个时代性 可以跟之前的 我们所讲的工业革命 每次工艺运动 那人一路在思考 这个我们和机器之间的关系 到底该怎么取得均衡 那我今天接着讲康宁斯基 当然除了我们我们去讲抽象艺术 记得等一下我会 也会跟你连接到 后来的 整个 社会的发展 艺术史上有关 现代主义 这个区块的 部分 康宁斯基也有连接到这个部分 因此从 木下到康宁斯基 所以我可以把 这些这个欧洲艺术史上 或许在纯艺术的 如果我们讲纯艺术的表现当中 比较不会被讲到的部分 刚好可以把它带进来 那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去完整 大家对整个 当时的艺文 圈或是说整个社会的整个风潮 有一些不同面向的一个综合性的理解 不是只是单纯从 纯艺术的角度 去理解它 好 那康宁斯基是俄国人 你看那个表情 你看他的照片 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他 有点严肃了 但是他本人其实 其实也没有真的严肃到说 不近人情 他跟朋友相处也都还蛮OK的 来 这张照片是康宁斯基 年纪蛮大的时候拍的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不是说他皮肤不好 是说你注意看 你看康宁斯基的右手那边 有很多的画笔 显示他是一个画家的身份 OK吗 我们知道康宁斯基是一个艺术家 那你看他的左手边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是一台打字机 为什么要放一个打字机 这张照片其实他 述说了康宁斯基的两种身份 康宁斯基他既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画家 很了不起的艺术家创作者 他也是一个作家 他的一生中他 有写了很多的文章 甚至有出书 所以他有双重身份 而且其实在整个 艺术发展的历史上 大家可能听过所谓的艺术评论员 或是一些艺评家 这样的角色 那你知道很多的 艺术评论员或是去 去讨论艺术的这些艺评家 他们都自己都不是创作者 有些可能是文学家 文学是一种创作 他们可能会去理解 艺术家的心 但有些人他也不是文学家 他也不是艺术家 他可以当艺术评论员 他去批评这些艺术家的东西 所以有些 比如说我们会说评论员 去评论的东西 不见得百分之百 都是有参考价值 因为他们有时候 他们可能是基于自己对 人生对社会 或是对一些 一些他所信仰的东西的偏见 或是某些偏狭的意识形态 去评论艺术家 那 唐宁斯基很特别 他自己做创作 他自己也会做评论 他自己也会写他的创作 等于说不用别人来写我 我自己把我的创作理念 写出来给你们看 好 那你这样就比较能够从他那边得到 所谓的比较低熟的讯息 好 这一点是蛮特殊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他出的书 来 请看一段话 各位 你看这段话写什么 我们的时代 物质主义 已经专制多年 而刚刚警醒的心灵 既无信仰 也无理想 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物质主义的恶梦 把人类生活卷入邪恶无聊的玩乐漩涡 好像这个噩梦的至今尚未完结 掌控的 等待苏醒的心灵 各位朋友 这句话是在讲什么 这段话 这段话是康丁斯基 在他的书上写的 好 如果我没有跟你讲是康丁斯基 在他的书上写的 你又没有觉得这句话怎么感觉 好像 看起来 还蛮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活 康丁斯基在100多年前 在书上写下这段话 过了100多年 有人说那如果康丁斯基 现在来到2022年 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 哇 那不晓得会有什么感觉 好 好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这个部分 好 来 有一张椅子 你看这椅子很酷 他叫瓦西里椅 各位 瓦西里是什么 我们刚刚看康丁斯基的基本资料 他的名字叫瓦西里 瓦西里康丁斯基 这个椅子居然用他的名字 这怎么回事 那右边这个是设计椅子的人 不是康丁斯基 这是设计椅子的人 当年他设计好之后 坐在那个椅子上面拍的 当时那个椅子是 就是你看到那些这个坐的地方 跟依靠的地方 是用这个布料 那后来研发到后来 这个材质改成用皮革 而且这个椅子现在还有在卖哦 这个也是大概100年前设计的椅子哦 这椅子现在还有在卖 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更新的状况 是可以做折叠式的 好 你看这个椅子居然用康丁斯基的名字 这有渊源的 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分享这个故事 来 各位 这是康丁斯基的一件作品 你可能会猜说 哦 哦 我知道这是康丁斯基小时候的作品 不是 他画这张作品的时候已经44岁 好 大概44岁 那你看他画什么 你会说俄国看吗 好 如果你看不懂那就对了 因为这张作品是他的第一张抽象画 他人生的第一张抽象画 用水彩画的 那你当然看得出来 这张看起来是很快速完成 他在研究这种所谓的 如何抛弃外在的形体 他的创作历程当中 他一直不断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思考一天两天的 他长期在思考 如何抛弃外在对我们的影响 去创作出一张 超然的作品 就我们现在所谓的抽象艺术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张 40几岁才画出第一张抽象画 那我们不能说这张抽象画是他最棒的作品 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 一个 点了 而且各位 这张也是艺术史的第一张抽象画 所以 虽然 只是一个实验 但是值得记录 OK 那我们来看康丁斯基 早期创作 他不是一开始就画抽象画 我们来看康丁斯基的作品 好 来 各位 这是康丁斯基早期的作品 好 当然他 这个 我说早期是多早呢 这个都是大概30岁之后的作品 30岁之后 那他更小的时候有没有画过一些 当然是有一些了 只是有些东西 资料 遗失了 你会发现他早期在创作的时候 他还是 以写实的概念 具象的概念在表现 我们刚提到写实具象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他的整个经历 他是出生在莫斯科的中产阶级家庭 他家里经济还算不错了 那 呃 他 求学阶段很长一段时间住在 一个港 港口都市叫 奥德萨 那 那个时候他爸爸妈妈 呃 因为一些问题 他们是分开的 那他 住在奥德萨是他姑姑带大的 不过他每年会去跟 回去莫斯科 跟他爸爸见面 他对爸爸妈妈还是 都很尊敬很喜爱 那 他从小 因为他们他们家中产阶级 经济虽然不是最好 但还算不错 所以 让孩子上学了 让孩子还学音乐 那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得到他的 这个 人生的 第一组这个 画画用具 他很开心 他觉得 拿着那些水彩 有画 颜料那些工具 那些颜料在画图的时候 画在画面上都感觉很好玩 他觉得 对这种很有兴趣 因此他从小 对画画也是有兴趣 但是他并没有说 从小就立志当画家 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艺术家 是不是从小都立志当艺术家 并不是 他是有 喜欢 那他也学钢琴 也学大体琴 那我们特别讲一下 他有学音乐的这个经历 是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看他作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作品当中要很多都跟音乐有关 这个当然跟他学音乐 应该有某种程度的连结性 但 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 有一些是出自于他的一些思考 那他最开始求学阶段 他读的是法律跟经济 哎 这点跟一个人有点像 跟马蒂斯有点像 马蒂斯 各位还记得吗 马蒂斯一开始求学也是 读法律 只是说 当时他读法律是 家里帮他选的 那 康定斯基读法律经济 是他当初是他自己选的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学业 法律经济的一些知识 他也很喜欢 而且他之后在回想 说他 虽然后来当了艺术家 但是他早年在学法律学经济的时候 对他的一些知识性的刺激 或者对他的思考的刺激 是很有帮助的 他并没有去否定自己 曾经做过的这样的事情 那 他后来为什么会 跑去 当艺术家呢 他是在30岁的时候 突然人生 来个大转折 他说他要 他要从事艺术 那 我们通常不会去讲说 这件事情是突然发生的 我们也知道说 有些东西都是酝酿 因此在他的内心 可能从以前 他累积了很多经验 就酝酿了他 想走艺术的路 这样讲是比较合理的 不可能说我睡一觉 隔天起来突然 我要改变行业 尤其是他在30岁那一年 本来有个学校邀请他去担任法学教授 那这是很好的工作啊 他他居然在那个状态下 毅然决然说我不要 我要出走 我要去当画家 去当艺术家 那这当中当然有一些影响他的因素 我们把它列一下 那 我们先从比较边缘的先开始讲 因为他小时候学音乐嘛 所以如果说他 他爸爸妈妈他们是中产阶级家庭 他们当然一定会有机会去看画展啊 请音乐会这一些的 那他有 这样一个经验就是他 在他的故乡 他去看了一个华格纳的歌剧的演出 他对于那个音乐表现 他蛮感动 各位知道华格纳的音乐有个很强烈的特色 他开创了一种 写作音乐的方式 他在他的这个歌剧里面 他会为 每一个不同的主角 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去设计一个 针对他 属于他的一个专属的音乐 一个乐段 那我们称为主导动机 那就是每个人有一个属于他的 音乐 这个人一出场的时候那个音乐就会 响起 那如果 舞台上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时候 他会三个人的代表音乐可以交错 可以出现在这个 这个演出当中 这个是华格纳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这个音乐上的一个创举 那 呃 这个康尼斯就觉得 这个用音乐来表现人蛮有趣的 那各位知道音乐是比较抽象的东西 那人这个形体啦 他在舞台上有装扮了什么 有个性啊 有表演啊 有动作啊 当然是比较实相的 比较实体的 那音乐是比较抽象的东西 他是听觉 所以他对于这种 透过抽象的东西 去表现实体的东西 他有兴趣 比如说音乐当中 给他这样的一个启发 好 再来他在 年轻的时候他也去 欣赏过 荷兰的一个 艺术家林布兰 他的创作 林布兰也是超棒啊 他是17世纪 巴洛克时期的一个 艺术家 那林布兰他的创作 是什么地方触动了 这个康丁斯基呢 就是他对光线 他对光影的那种微妙的这种表现 林布兰有人称他是 光的魔术石 他对于那种光线的 还有阴影之间的这种微妙转折 微妙的一些 呈现 非常独到 那康丁斯基 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启发 他就这个画家了不起 这种光线的这种 对比表现 厉害 那在他内心有产生一些启发 那影响到很大的是这个 墨内 各位记得之前我们在讲前面的艺术家 也有提到过墨内 我说墨内 他是印象派里面 最印象派的印象派 印象派中的印象派 因为他从年轻一直到他老 到他最后眼睛得白内 这样看不清楚 他都一直 非常坚持用他印象派的这种创作理念 终身在研究这个世界 而且 看起来他老派 但是其实他的东西 已经暗示了很多很现代的一些想法 或是很多很现代的一些内涵在里面 所以他的东西启发了非常多后辈艺术家 好 所以比较小看一个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他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就 哦 印象派的大师 然后感觉他比较早期 但是后面的一些 现代的一些艺术家 常常都会受到这些 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艺术家的影响 各位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讲 这个其他艺术家的时候有讲到说 莫念他喜欢针对 一个主题 在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光线条件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 这个 一天当中不同的这个时光 去画他嘛 但是我们在讲马蒂斯的时候 不是有讲到这个吗 那 影响 康尼斯基很深的是 这种东西 各位你看得出来这是什么 这是卖草堆 这个 莫念他有 去画了很多卖草堆 就是跟那个画那个 教堂 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当然教堂会让我们觉得是比较 雄伟的 比较伟大的一个主题 当然在他笔下很多是模糊化 那 有人说他卖草堆有什么好画 就在那个 田野间一堆一堆的而已 可是你看他还是用一个 艺术家的眼光 用一种探究精神 他就画了很多的卖草堆 一样是在不同的光线条件 不同的时报案 不同的季节 去画 那 康尼斯基在他大概 29岁30岁之间 他就看 在他国家的一个印象派的画展 其中有莫内的这个卖草堆 他收到很大的震撼 什么震撼呢 其实他一开始的那个震撼的感觉是 生气 为什么生气 因为他刚开始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他看不出来他的画是 你看不看 你要知道他生活在俄罗斯 他们那样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的外界的讯息 他们是不见得会接收到 虽然他有机会跟他家人去看画展 不见得接收的这么清楚 他刚开始看到莫内这个卖草堆的时候 看不见 他是后来去拿那个展览手册介绍 原来是卖草堆 他吓一跳 他说什么 他觉得这个画家激怒了他 就是你在搞什么 画这种人家看不懂的东西干什么 所以他一开始的一个心情是一种不甘心 或是一种愤怒 就是说你在耍我 可是后来他这个东西在他内心一直发酵 他会觉得说 对 所以 画家在画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画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画 是不是我们都要画的让别人看得很清楚 他是一个卖草堆 他是一个房子 他是一棵树 是不是真的都要这样画 才是一个 这个理应表现的方式 不能这样子 画吗 不能像莫内这样画吗 所以一开始他是从震惊升起 后来他开始去 从当中得到了一些启发 你可以从这件事情去看到一个点 这个艺术家 他会去touch到一些比较属于精神层面的 或是一些比较跳脱现实层面的一些思考 从这个地方 他得到的启发是 他刚好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讲到说 他那时候要30岁了 本来有学校聘他当法学教授 他却拒绝了 他决定说我要当画家 因此他就离开了他的故乡 到德国慕尼黑 当时德国慕尼黑也算是一个艺术重镇 我们当然知道巴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重镇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艺术家 他们都有到巴黎去 那康尼斯基人生最后十几年也是在巴黎度过了 但是他他一开始的这个艺术学习之路是到慕尼黑 他刚到慕尼黑的时候呢 一样也去找老师学习 可是没有多久他就离开那个地方 因为他觉得那个学习的内容比较呆板 比较太过讲究这种传统学院的技巧 那我们再强调 不是说传统学院技巧不好 而是说以康尼斯基而言他 他要的不是这个 他想要去探索一些 不一样的 艺术创作的概念 所以他后来有找到另外一个老师 那老师就比较开放 他能够让 愿意尊重学生的一些想法 他也能够让学生稍微能够去表达自我 那他在慕尼黑这段时间 我们待会很快看一下他在那段时间的作品 大概他到慕尼黑 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他在那边求学啦 创作 也 找到他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一个村子居住了很长的时间 那他在这段时间内的创作长什么样子呢 我来看一下 来 这张大家看得出来还算是蛮有 写实的 一个巨像的意味的作品 那他喜欢慕尼黑那边周边的一些这个村庄的风景 这张是一个古城 他到慕尼黑的时候 他喜欢到四周去走走 他其实蛮喜欢大自然的 虽然他画抽象画 可是他自己觉得说 大自然还是给我很多启发 我非常喜欢大自然 我不能完全抛弃他 当然就是他早期开始在学习的时候 那时候抽象画还没出来 他很喜欢这一张 这张就是说他人生他刚到德国去求学 去学习艺术的一个作品 里面有很多他的情感 其实他那天他是坐火车到乡间 去探访 然后他本来在火车站看这个风景 他本来还拿起本子来写声 他写声之后他是不满意 他是回家之后凭着那个回忆 他再去画 他觉得好像写声的东西 虽然我可以现场看到是很好 可是常常怎么感觉 回到家自己在凭那个感觉 再稍微转化一下 在画的东西我更喜欢 好从这点你可以 越略可以感受到 他的内在其实有一些因子 有慢慢的要去往抽象这个角度去移动 好我们再看一下他那个时候画的一些作品 哎你看他接下来的一些研究 有没有发现他从比较写实的角度 转变成比较表现性的 当然这还是具象 我们说说这个还是有那个房子啊人啊 那样啊 你看他颜色很强烈对不对 他用很多很强烈的色彩 他用很多强烈色彩去表现这些画面 那人问他说你为什么用色那么强烈 他说 有时候就像音乐啊 你看他学音乐的人他从会拿音乐做比喻 比如说我们在讲音乐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音乐也会用 美术的观念来 思考 比如说我们在研究音乐的时候 我们会说音色 啊音色亮一点 不是说音色暗一点 是吧 那颜色 里面他可能也带着类似的音乐的感觉 他觉得说我也要让我的颜色强烈一点 就好像这个音乐 我要去传达一个乐曲 传达一个音乐给大家 我要强调他 然后让他能够被听见被感受到 所以他在那个时期他去实验 用很多很强烈的色彩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当中 他的形体一直在做一些变化 对不对 不是那么绝对啊 可是你就知道说艺术家这很正常 因为他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不会说那种一刀两断的 今天这样画明天那样画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不断的去探索 探究一些不同的表现手法 所以你会看到 当然颜色都是蛮 强烈的 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性 OK 他有画过像这样的 这个作品 蛮有那种传统的那种 那种风俗画 民俗画的那种风格 有没有像这个 我特别讲一下这一件 这件作品是1907年画的 好 我们不是要去背那个年份 那我来看这张作品叫做 这个多彩多姿的人生 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年纪 不同 身份的人 感觉好像在讲说我们的 你看这背景 其实很多都是他的故乡的一些警户 他这个还是会对故乡有一些 这个 有一些这个 怀念嘛 或是有一些这个 心理上的依附 这张 他在画这张的时候 马蒂斯 跟毕卡索发表了他们 这两张 这个我们之前上课都讲过 马蒂斯的这个 生命的喜悦 对不对 毕卡索的 维农姑娘 各位 你看同一年 同样是在1907年 马蒂斯在做这个 毕卡索在做那个 很酷啊 我想这个这两张我就不再跟大家赘述了 都是开创他们 生命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艺术的里程碑 而且是很现代啊 你看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同一年 康宁斯基做这个 你会觉得啊 他的东西感觉很 传统 虽然你画的蛮漂亮 但是他相对就是比较传统 可是我们这样讲就是 虽然是这样说 可是康宁斯基 后来的发展 一样大大的改变的艺术界 大大改变的世界 而且他对世界对艺术的改变的这个强度 也不效于毕卡索跟 马蒂斯哦 因为他开创的所谓的抽象艺术 一样是一种开创性的 从无到有 你看马蒂斯的一生当中 我们之前在介绍马蒂斯的时候有讲过说 他有 某些作品快要跨过去了 快要跨过抽象化的这个世界 那就没有跨过去 毕卡索也没有 那当然这不是对错的问题 这是每个艺术家的 创作取向的问题 那康宁斯基跨过去了 而且他走得很远 他开创出来的一整个系列的东西 大家会让你看很多 你就会很佩服这个人 所以因此起步虽然比较晚 你看利卡索马蒂斯都是十几岁 20出头就哇不得了 他30岁才立志当画家 在暮黑的 前十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很强烈的开创性 但是没有关系 起不完不代表你 你最后的成就一定低于别人 而且我都给你强调一个事情就是 康宁斯基他一辈子 他都知道那些人在做什么 可是他都不跟 这件事情很有趣 有些人他会觉得哇 现在欧洲流星什么 巴黎流星什么 我们赶快跟着做 他不会 他都感觉比较 跟这些东西保持距离 他一直用自己的步调 在做创作 他并没有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感觉好像有点在边缘地带 刚开始没什么人知道 他甚至于很多人都很看不起他 会觉得他做的东西那种 往抽象前进的那些艺术感觉 丑陋啊 或者乱搞 那你说毕卡索当时做那个 雅文龙姑娘也是被骂 是不是这样没有错了 可是毕卡索有很多东西 是 蛮早就受到肯定 但是康丁斯基的东西 他就感觉他有点在默默的自己在做研究 他在走自己的道路 哎 可是他开创出来的这条路 后来大家发现哇 影响世界很大 这一点 我要让你知道一下 就是他一个人生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这张是他很喜欢的一个村庄 叫做莫尔诺 他在这个 慕尼黑南部 不远的一个村庄 他后来住那边住了很长一段世界 跟他的情人住了很长一段世界 他喜欢那个地方 那他当然也画那个附近的景色 你刚刚看到里面很多张也是画那个地方 这张是在画莫尔诺的一个景物上一个教堂 你看到这张其实 其实就蛮简化的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要画成抽象艺术的话 当然你就要撇开对 真实世界那些形体的精致描绘 你把它描绘的越逼真 你就越越不抽象 当然那时候他的心里还还没有那么强烈的 很明确的抽象艺术的概念 但是他在成型 那这张 看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多么的惊世骇俗嘛 可是他当时发表这张的时候 我被骂的要死 人家就觉得说哦你对艺术是亵渎啊 你真是不尽啊 乱坏通啊 他当然也也也也知道他这样的东西 可能不会立即被接受 可是他 还是一样 觉得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他还是坚决走自己的路 来 这张很有趣啊 这张叫做蓝色山脉 你看那中间是有个有个像山的东西 有蓝 那这张你里面用了很多的质感 那你看前方有人骑着马在跑 他常常喜欢画那种骑士 因为他在俄罗斯的生活当中 他从小听有听了一些俄国的也好 德国的也好 有些那种民间传说啦 一些神秘的故事啊 其实他的 他的整个内心 他对于那种 具有神秘性的东西 他是很有兴趣的 他后来他 创作所谓的抽象艺术 里面都会带着某种的那种神秘性 甚至于 某种程度会带着那种崇高的宗教性 这也蛮好玩的 能够把抽象艺术做到这样 应该没有第二个 那你当然现在没有看到 等一下我们再往后看 你会 体会到我讲这个感觉 他在莫尔诺居住的这段时间 有过一个很奇妙的经验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他说有一天我去外面写生 那时候已经黄昏了 太阳快下山了 那我拿着我写生的资料 回到家的路上 我就一路想 接下来这些作品我要怎么发展啊 我要怎么画啊 他一边想着想着 他就把作品拿回家里 把东西放下的时候 他还在思考着怎么去发展这些东西 突然抬头一看 他墙上有一件作品 他说哇天啊 这个作品怎么这么棒 好美啊 那个颜色 那个造型 怎么那么棒 他走近 靠近一看 哎呦 这不是我画的吗 他讲这个不是在臭屁哦 他讲的这个是说 他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他画过的一张画 只是不小心被挂颠倒了 他说哦 这是我画的啊 哎可是他被颠倒了 哎好好玩哦 原来这个作品被颠倒之后 我变成一个全新的作品 然后我乍看之下 我他可能刚好在想别的事情 猛然一看的时候 突然被这种颠倒之后的这个 神奇的美感吸引 他说哎呀有趣 他隔天早上他起来说 哎我再试一次 他就把那一幅再颠倒一次 那感觉没有了 他在那时候体会到一件事情 他说啊 我原本瞬间 乍看之下 看到那个颠倒的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任何的预设 我并没有去辨认里面的形体是 是树木还是房子还是任何东西 那个时候我是很纯然的去接受到了 接受到了这个画面中的一些 色彩的造型的讯息 可是当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这幅画了 我就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即使我再把它倒过来 也一样 即使我把它倒过来看 我心里也知道是那幅画倒过来 就那个感觉就消退了 所以他得到了一个概念 他觉得说哦 所以现实世界的这些形体 其实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或是现实的这些形体 它钳制了我们对美的欣赏 你看哦 这样的角度是不是又 影像所谓的抽象表现 他觉得如果我们画图都一直在 这个计较这些实体 这些外在的这些物件 想要尽可能把它呈现的更好 你就会受限 那我们在欣赏的时候也会受到限制 以他的整个学习的历程来讲是这样 我们来体验一件事情来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张 来 是什么 他乍看的时候说哎 觉得对啊有些那种色彩了啊 形体的一些一些变化了 那其实这张就是刚刚我们看过是这一张 房子嘛 道路嘛 还有树 哎还有三个人哦 那当我们把它倒过来看的时候 你乍看之下 你可能不会留意到里面有人 或是你不会觉得那有房子 或是那有树 所以倒着看 他那个冲击还蛮有趣 当然我现在已经把它翻翻转过给你看 所以你当然你再回头看 你觉得效果就没那么强烈 这是一个一个实验啊 就我们自己试试看 并不是说他当初看的是这一张 那我们在教学生创作的时候 其实有一种小小的 学习的手法是像这样子哦 我们会故意把一个东西 倒过来让学生看 然后试着去描绘那个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当然不是一个绝对的科学数据啊 你让那个东西 让学生看那个东西 正的那个模样 正正常的模样去画他 学生都会说好难好难好难 他会觉得哇这东西哇难 可是当你把东西倒过来的时候 他当然还是会觉得不容易 可是你知道吗 有很多的实验发现 倒过来的时候去画 画出来完全不输那个摆证的时候画的 因为倒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不会去在意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可以更专心在它的整个线条形体上面 去表现它 表现出来的东西也不超 也是也是蛮好的 当然我讲的这个是我们曾经用一个小小的练习 是线化 用线条表现 如果你在入射角 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好 来 我们来讲一下他在德国 这几年 他这个人 他平常是还蛮温和的 你看他的穿着都感觉蛮有礼貌 兵兵有礼很绅士的作风 他的内心其实他是有很多想法的 他有很多的很棒的想法 他一直很想要有伙伴 跟他一起来努力 所以他在慕尼黑这十几年 他有成立了三个组织 都是他主导 第一个叫方正 在1901年 我先把三个都让你知道一下 这个是他跟他的一群学生 他自己原本是一个学习者 后来他自己 这个学到一个程度 他自己也收了一些学生 那 跟这群学生呢 一起做一些创作的研究 在1901年 不过大概持续四年左右 因为后来收不到学生 没有办法扩大 后来这个团体当然就没有延续了 第二个是在1909年 他找了一群艺术家 在德国发展的一些艺术家 成立了一个德国新艺术家联盟 我先强调一下 新艺术家联盟不是在讲 木香他们这种新艺术 就是真的是一种创新的艺术 就当时有一群艺术家 他们对于创新 是有兴趣的 那他就集结这些人说 那我们一起来 试着做一些创新的研究 那这个 大概跟他们一起展了一两次之后 后来 后来他就离开那个联盟 为什么离开 是因为虽然这个联盟 大家是用一种 这个创新研发的角度 可是 有很多的艺术家 没办法忍受康丁斯基走的太远 康丁斯基他的一些创新的想法 走的太前面了 他对他们来讲太刺激了 他们就觉得哇不大能接受 所以说后来有点排挤他 所以他后来就是干脆离开 离开之后他隔两年 他也不是隔两年了 离开之后在1911年 他就成立了蓝骑士 这样一个这个也是属于艺术团体 蓝骑士的 影响力就很大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方正跟蓝骑士 德国新艺术家联盟 你就大概知道 这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段落了 来 这是他为他的这个 方正这个 艺术组织 他们的第一次的展览 画了海报哦 哎 各位你看到这海报 有没有稍微联想到 上次看木下 就是木下他们不是在做那种新艺术风格的海报吗 那康宁斯基他是不会随便去跟随别人 可是他在做这张海报的时候 你可以隐约感受到他 用了一点点那种 新艺术风格的那种 那种趣味 好来设计这张海报 那他 这个在这个方正这个组织 这几年大家一起 这个 创作一起展览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他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 人生的转折就要认识了这个 这叫蒙特 一个女画家 其实这个画家当时是方正里面 算是他学生辈 后来跟这个蒙特呢 谈起恋爱 那他也帮蒙特画过人像 你看他画的蒙特是画这样 跟他 的一些 色彩强烈的 有点 有点 现代感的表现比起来 这张是不是感觉 蛮传统的 你还记得毕卡索在画 立体派的东西的时候 幽默鬼鬼 画到他的太太欧家的时候 哇 马上变得很古典 有没有 好 类似的心情 他在画他喜欢的女孩子 他用这种 比较写实的手法 好 神韵掌握得很好啊 哎 蒙特也画过 康丁斯基 这两张是蒙特画 蒙特本身是个画家 这是蒙特的作品 怎么觉得跟康丁斯基 刚刚我们前面看的有点像 因为他们一起学习嘛 一起研究 当然会有一些 类似的一些 想法啊 或是一些类似的概念啊 好 看蒙特的作品 当然每个画家都还是有他自己的 的路线啊 我们不能说他完全一样 就哎 你们有点类似 那 蒙特哦 一直活到很老的时候 有人去访问他 他 他跟康丁斯基感情 当然他们两个是 算是互相扶持啊 一起在艺术上的伙伴 也是精神上的伴侣 康丁斯基就是在那个时期 跟他认识之后 就 后来离开方正嘛 他就跟蒙特就到处旅行 回到处旅行 他们就当然见识了很多新奇的事物 后来他们又再次回到 这个 慕尼黑 他就找了这个莫尔诺这个地方 他觉得那边风景很漂亮 买了一栋房子 他就跟蒙特住在里面 那后来 这个到义士大战期间 他跟蒙特分开了 可是蒙特呢 还是继续住在那个地方 一直到死哦 那还有人去访问蒙特说 哇 那个 这个你当时 曾经跟这个大艺术家 抽象艺术家康丁斯基一起生活 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他说没有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他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然后他 这个记者来问他说 那你有画过抽象画吗 我都说有啊 我画过啊 那后来呢 他说 我是画了一些 康丁斯基说我这些东西像废物 觉得画的很不好 我会把他毁掉了 所以他后来就没有继续把抽象画了 不过他对康丁斯基的评价还是高了 好 那 我们刚讲那个德国新寄宿家联盟就跳过了 因为那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说他在里面呢 因为他走的太太前进了 后来被排挤 他后来离开 那他后来跟一个很好的朋友 等一下会给你看那个朋友 他们就创了一个所谓的蓝骑士 这样的一个 艺术团体 找了一些艺术家大家一些 蒙特也有一起 那他们不但创这个团体 通常创立一个艺术团体 当然他们就是以这个 创作的概念 来一起结合 当然一定会有所谓的展览 他们当然也会办画展 甚至也邀请一些不同的 艺术家来跟他们一起展出 像毕卡索也被邀请来展出过 他也参与过蓝骑士的展览 那他们有个很有趣的 其实康丁斯基在里面有个很强的主导性 因为他的 想法很深刻 又很有说服力 所以其实他在团体当中都是一个领导人物 他要领导大家去想一些事情 那他就说我们要来做一本年鉴 这本年鉴当中要收入很多的艺术家的作题 还有写一些论文写一些文章 来探讨艺术 所以这个东西 就留下了很多很棒的记录 而且对整个艺术界发挥了非常大的影响力 那你现在看到这三张就是康丁斯基为这个年鉴 所做的封面设计 那因为叫做蓝骑士 所以你会发现他里面的这些土都跟蓝骑士 这个名字有关联 后来选定拿来做封面的是左边这一张 其实他画的还不止这几张 他画了好多张草稿 后来选定的是这一张 那你说这张看起来好像 最单纯 那右边的看起来蛮精彩的 那你要反过来想说 有时候单纯的东西 他反而那个吸引人的力量会更强 或是他的标志性会更强烈 OK 来 其实他自己在1903年的时候 刚到慕尼还没多久的时候 他画过一张这样的作品 就叫蓝骑士 你会看到有一片草原 这看起来还蛮巨像的 有片草原有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骑士 骑着白马在草原上奔驰 这种有点那种神话 或者有点那种民间传说故事 那种英雄人物的形象 骑士的形象 其实在康宁斯基的人生当中 一直都存在 也有可能他把自己当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有往之间的骑士 当时跟他一起 创立这个蓝骑士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叫马尔克 就这个人 马尔克跟他很好 而且马尔克很认同康宁斯基的理念 其实马尔克是在 他当时他们在 这个德国新艺术家联盟时期 他就那个时候就有加入 那他加入之后 他跟康宁斯基其实之前就认识 他们两个是 这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所以他们两个在那个 新艺术家联盟当中 就显得格外的 亲近 在艺术的 精神上 或是整个思考上 所以他们两个就有点一起被排挤的意思了 那后来他们一起创蓝骑士 你看马尔克他喜欢画动物 你看这一张作品他画的是蓝色的马 好 那他们 第一次蓝骑士展览的时候 他展出这两张 蓝色的马跟黄色的牛 呃 马尔克他觉得动物是很神秘的 一种生命的存在 他可以 为我们人类揭示大自然的很多神秘的力量 所以他喜欢画动物 然后你看他画很多马 所以有人在问说 那蓝骑士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 康丁司机跟马尔克两个想要成立一个团体的时候 想要取名字 他就 自己回忆说那天下午他去马尔克他家 然后马尔克的太太就泡咖啡给他们喝 他们在聊天 他说我们要取什么名字 这个时候马尔克就想到了康丁司机 刚刚我一看那个蓝骑士那幅画 你不是画过一张蓝骑士吗 那我们两个都对蓝色有兴趣 然后我又很喜欢马 然后你喜欢骑士 那不然我们就我们的团体名字就叫蓝骑士 名字是这样来啊 那那一年 第一次展出的时候 马尔克是展这样子的作品 带着康丁司机展的是什么作品 你看他展这一个 这个家伙走得很前面对不对 马尔克那时候是这样子 当然马尔克的作品也很有特色 我康丁司机是展这一种作品 等一下我让你看这个作品 但是你这样看你就知道 他这个已经跨入了抽象领域了 是不是 好 那马尔克 跟康丁司机明明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后来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后来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 马尔克对战争有兴趣 他就跑去 军队 去服役 后来暂时沙场 所以康丁司机很难过 失去了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好朋友 不过后面我会讲到另外一个人生重要的好朋友 跟他互相扶持 互相影响 也非常了不起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康丁司机在这些团体当中 他其实都占着一种很强的主导性 因为他的思想 很有深度 他讲的东西很有说服力 哇 感觉就是有当老师的天分 所以在所有团体当中 他的一些想法都会引领这个团队 往一个很精彩的角度去发展 那蓝琪是对 对于整个 不只是德国慕尼黑 他们蓝琪是成立之后的整个运动 对整个欧洲艺术也 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 OK 好 好 再来呢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上课回来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讲 就是康丁司机在1911年出版的一本很重要的书 叫艺术的精神性 从这地方讲起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现在大概10点40 39 40左右 我们一样大概5分钟时间 大约5分钟时间我们就 再度回来 好 谢谢各位 好 这一次他 比较乖了 没有跟我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们就可以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下半段的部分 好 我们前半段呢 花了一点时间 有跟大家讲了一些 康丁司机的整个成长历程 一些概念性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前半段的一些论述 介绍蛮重要 因为我常跟大家提醒说 我们去了解一个艺术家 很多时候可能会从他最有名的一些作品 最有名的成就去理解他 但是常常人们都不大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走到那个位置的 对我们有时候在前半段会去讲他的一些学习历程 他的成长经历 那后半段的东西当然一定也是精彩 可是你要知道两小时要把一个 了不起的艺术家的一生讲得很清楚 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会抓重点 那因为他的作品很酷 所以等一下我们不会每张作品都去解说 那个来不及 可是让你看 有些 这个 你看过去之后 你从画面当中 你可以去提取到更多 可能比用言语讲 效果会更强 好 那像左边这个是 最开始的时候康宁司机的这个封面 这个图就是康宁司机设计的 好 那台湾的第一个版本是中间这个 这很旧了 那后来有了这个新的版本是右边这个 最近又有出新的版本是红皮 红色的封面 那我就没放 但是如果你 前晚今天的讲座 你对康宁司机 有兴趣 我非常推荐你去找这本书来看 真的非常棒 好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有讲到吗 说他讲了这段话 我刚刚看留言区 因为我们刘文奇校长有留言吗 说对啊 这段话不止一百多年前 他的时代适用啊 现在也适用啊 你看现在台湾的情况是不是 也是那种物质化取向非常严重 然后很多人的人生 是不是都被卷进这些环乐的漩涡里面 其实真的有讲到 蛮贴切的哈 不过我想 我们的人类的世界好像 整个演进过程中难免 都一直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那当然有人会觉得说 哎呀 康宁司机的东西 会不会那种道德意识太强啊 太过理想化了 我承认哦 他的东西 你如果真的把那个书拿来看 那个里面有很多很很强的那个道德意识 也真的很理想化 可是 那道德意识很强 很理想化 那这件事情应该被 指责吗 应该不能 不能这样去指责人家吧 如果我们对于 物欲横流都不指责 如果你觉得物质化的世界 大家每天都在追逐物欲 这种事情你都不指责了 那我们怎么好意思去指责 道德高尚的人 那我们的世界有时候很有趣 道德高尚或是道德标准比较高的 会不会说不切实际 然后会被嘲笑 甚至于现在 这个整个社会是不是笑评不笑唱 所以有时候我们 我们要去想说 好 当我们在享受整个世界的开放 跟所谓的进步的时候 当然我们提过什么在进步 有时候你可能得静下心去思考一些事情 是不是都整个follow这个世界的步调 才叫做跟上时代 才叫做好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康宁斯基 他跟整个 艺术发展 跟他整个时代 其实是有点脱离的 他有一点点在边缘 他会去观察他们 可是他不会水波主流 不会觉得说这个好 那个好 我就通通都去跟 虽然从他的作品当中 你会隐约看到一些些当时那个年代的 某些小小的影响 但是不多 那当然 康宁斯基他的整个创作 他跟木下不大一样 木下他也没有去跟纯艺术的那些表现 他也是走自己的新艺术风格 是没错了 但是康宁斯基 他是在一个纯艺术领域当中走自己的路 他有他自己的很强烈的一套思考 那这一点就相当不简单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世界流行什么东西 社会流行什么东西 大家都一窝蜂去追 那不见得是对的 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会卷入了一些漩涡里面 反而你保持一个边缘性 我们说边缘就是力量 你有时候不要整个跟人家去一窝蜂去追逐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更加看清这个世界 那康宁斯基就是类似这样的人 康宁斯基他在他这个书当中有提到这种物质 文化对我们人类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他当然更加也去强调 这个艺术创作必须要摆脱对这些物质的 依赖 或是对物质的这种追寻 你应该要去找到物质背后的 更加原初的那种精神性 他觉得宇宙当中存在着某种力量 存在着某种精神 我们要去追寻 背后的东西 而不是只是 这个一直在追逐 外在的世界 我们讲过了 就是说他既是一个艺术家 又是一个作家 这样的一个身份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 他会成为作家 有时候也是有一点点逼不得已 因为他在做了这种 抽象艺术的研究 是以前没人做过的 那与其让别人来 用一些不理解的角度 胡乱评论他 他会觉得那我自己把我的想法写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的这样的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理念 跟他的创作 你可以说他是相辅相成的 因此如果你今天去欣赏康丁斯基的艺术 我真的很推荐你看他这本书 你看他的艺术 当然我们今天有讲他的生命故事 我不可能今天把这本书的内容全部跟你讲 可是你就知道这个概念是这样 你看他的艺术 如果你再去搭配看他的这个 这个著作 我相信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 但我要强调是说 这本书虽然现在 已经当然已经被列为是所谓 理解抽象画的圣经 但是我并不把他当成是说 我今天想画抽象画 那我看了这本书 我就可以画得很好 未必 因为你在创作上 你毕竟有自己要走的一些路 你不可能看完一本书马上变成大画家 那康丁斯基也是一路一路这样子 在研究过程中一路去发想 那他这本书在1911年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想了很多 可是他后续一直到人生最后 他都持续在想 他都持续在开发 他并没有停下来 那这本书你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好像是一个规范 还是一个很绝对的 画抽象画的规则 没有 这里面有很多是康丁斯基 他很个人化的想法 或是有些是一种情感的抒发 但是并没有妨碍这本书的价值 就是你在看他的时候 你的这个角度来讲 可能是从这个角度 不要把它当成是说里面提供你什么标准答案 或者里面给你一条路 你按照这条路径去走 我就会变成跟他一样好的这个画家 不是 我们生活中常常很多 像我们自己做老师 我说实在有些人他们听研习 很希望人家给他什么 一整套教学的过程 巨细迷移的 很detail的全部给我 然后最好我把这整个照搬 搬到我的教室 整套交给学生 其实我不赞成这样 你要有自己的创发力 能够自己去针对你自己的状况 去开发好的做法 所以这本书可以看 不管是在艺术上 或是在整个对 对人生的一些精神的探究 我觉得非常棒 所以我故意这个画面停久一点 就提醒你 看完这个讲座快去买这本书 OK 好 来 我们接下来讲 他从这个 蓝骑士时期 再更早一点 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有关 突破现实 框架的一些研究 如何突破 现实世界的这些对他的这个影响 如何抛开这些实际的物件 他就在做的是慢慢的 能够转向抽象艺术的呈现 在这段时期他做了 三个系列 一个叫印象系列 一个叫集星系列 一个叫构成系列 那严格说构成系列不是只有这个时期做 他后来晚年也有做 那印象时期跟 印象系列跟集星系列是在 一次大战之前这段时间做的 我们让大家来稍微看一些 印象系列 我们就看少一点 因为其实印象系列他画的不多 而且 比较松散 很快看过去 好不好 你有看到他开始在做结构 对于实际的形体 开始在简化 这件事情跟马蒂斯做的有点像 马蒂斯也是有在做简化 只是他们两个 最终目标不大一样 你可以看到里面还是有些人 有些形象像是在骑马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比较松散一点 就是实验性很强 那我们来看集星这个系列 他大概从1909到1914 战争爆发中间这几年 画了30几张 那我们今天当然不用每张都看了 我很快让你看过去 但你就有印象说他这个集星系列在画什么 集星这个词 就是很像是音乐的词 你说音乐当中有一些集星表现 他把音乐的概念放在这个 但是你去看他里面的东西 一开始你还是会看到一些形象 好像你看这边有人 这边有人骑马过来 后面可能是代表是山之类的 房子 这张也叫蓝骑士 你看那个哇 那匹马还前脚抬起来 看他这个感觉那个骑士很帅气 还有举着一把剑准备要出征 好 他有时候会有副标题 像这个叫非洲 因为他有去非洲旅游过 他有对那边有些印象 拿来做创作 这个主题叫做剑 就是有些那种 传说故事里面 会有什么英雄 比如说石中剑那种类似的 没有 英雄出现了拯救世界那种 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异象在他心里 那背景有时候就是画他 这个俄罗斯 他的故乡的一些景物 好 这里面有标题 可是你没有看到 山上有一个人骑有个骑士 骑了一匹马 虽然这马画起来像不像马 就是他他去简化 还有山啊有房子啊 好 好你看到这边你会发现 有点跳脱了对不对 然后他会用一些大量的那种粗的粗的 粗细不同的黑线 可以去主导这个画面 然后去配合一些色彩的调和 好像这也很明显 极星系列是这样 你会发现极星系列 还是跳脱不了一些 具象的可辨认的一些形 只是他把那些形体的 具象成分尽量减到很低 像这张叫滑奖手 这几个黑线其实就很像是那个 滑奖啊 有没有那个 有那个人啊 坐在船上 很多人在滑奖的那个概念啊 好那有人问过我说 哎那所以康宁司机他画的东西 竟然是这么抽象的东西 那他有没有画草稿啊 如果今天你要画抽象画 你到底要不要草稿 其实他常常画草稿的 我们来看 这张极星28号有草稿 左边是草稿 右边是完成品 你会看到有很多构想 在草稿阶段就成型 那最后画出来的是 右边这张是最后的完成品 他当然有些东西有删减 或是有调整 可是你就知道说 即使他在做所谓的抽象研究 他还是会有一些先前前置研究 就所谓的草稿阶段 这样的表现 那有人说那 那你做了草稿 那就好像你在设计啦 这样子是抽象吗 好 这个要从不同层面来讲 如果你回头想 我们刚刚讲那个美国那个波洛克 他这样波来波去的东西 感觉是比较自动性的绘画 或是说比较 真的是凭当下的冲动跟直觉 那是一种表现 可是我们并没有说 印象 并没有说 抽象化一定得这样子表现 抽象化当然是可以在一种 可规划的状态之下去表现 只是他表现出来的结果 是脱离对世界物件的依赖 他是脱离了对世界物件的一些 一些这个 他的限制 他可以更加跳脱 去画出他背后的精神性 差别是这样 因此打草稿 不奇怪啊 他可以去规划 我这张作品 我想用什么方式去呈现 当然打草稿这件事情 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现在看到是完成了草稿 但是小宗当他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也是顺着自己的 直觉感受 去做一些线条处理 空间处理 角度处理之类的 那慢慢的当然他会带入更多的理性 就是感性 出发 但是他最终还是必须用理性去整理这个画面 这件事情康定斯基 做的很强大 而且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么好 你今天 你说蒙德里 那个是那当然很理性 整个规划的感觉很很感觉很冷 对不对 当然很棒 那可是康定斯基的东西 他他就是感性跟理性 有去做高度的融合 所以他的作品都是在这样之下 产生的 好 我们再来看这张特别讲一下 这张是在1913年画的 为什么特别讲 因为1914年不是发生这个一次大战吗 这张叫炮击 你注意看右下角有个大炮的 越略有个大炮的形状 那个大炮的轮子 然后这个砰发射 他就是这张其实是有点那个战争要爆发的一个预感 所以艺术家他 你说以康定斯基来说 他在创作中 他并不会特别去 感觉去跟随整个世界的步调 或是感觉特别去跟随别人的做法 但是欧洲要发生战争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艺术家也好 当然都是有冲击的 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 当然也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内容 这就不奇怪了 好 接下来看他的构成 构成这个系列我特别讲 因为构成这个系列 在他的整个研究当中 是比较庞大 而且比较深入的 到晚年都还持续在做 这张其实不是他真正的那个 他这个是有点像是他的研究草稿 但是已经画的相当精彩 你还是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 有人骑着马 有骑士啦 有人啦 有房子啦 有一些景物啦 所以你不能说这是抽象 可是他是迈向抽象的一个过程 你会发现他的用色也 有很多的相反 他会在当中努力去思考配色的问题 好 这个就跟刚才比起来 是不是感觉更跳脱 更简化 然后他那个线条的表现 主导了整个画面 OK 哇 这一张就是你记得吗 这张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的蓝骑士 第一次的连展 他就放了这一张 也就是说你看蓝骑士展出的时候 他已经研究到这里了 那他之前本来就在研究啦 然后这张对他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阶段 他刚刚像前面不是有一些黑线的一些处理吗 在吉星的作品中也有一些 在这张也是 你看 第四号进到第五号的时候 整个气势跟整个层次又不一样 所以这张其实在他的整个走向抽象的研究当中 是蛮重要的一个点 好 再来看第六号 哇 第六号变这样 你看我从第五号 第五号感觉这画面你还是看得到那些黑线啊 还有一些形体的一些表现 第六号会感觉 坦白讲你会觉得哇 这个画面感觉很热闹 而且甚至有点杂乱是吧 你看 第七号也是类似这样 哇 好丰富 感觉东西快要塞爆了 第七号他有画一些草稿有留下来 我让你看一下 来 这是他的草稿 他在画这个构成第七号的时候 他有一些构想图 每张都不大一样 再看 这两张跟他的完成图比较接近 后来是这样出来 各位 你去想 对了 今天他在做所谓的 抛弃外在物件的依赖 脱离外在形体 进入精神领域 的一个开发 这样的一种创作历程 坦白讲 是有可能会发展成这样 因为他要去尝试各种的 新的表现方式 又要脱离现实世界 发展到这个程度 其实已经有点快要爆掉了 那你说如果照这样子的表现手法 再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 哇 这个 会不会真的就爆掉了 可是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第一次大战刚好在那个时候爆发 因此他的研究呢 刚好就暂停 就暂停了一段时间 那他在战争爆发这几年 他当然要到处去躲战争 他也回到自己的国家一段时间 他这段时间作品很少 我跟你看 他回到莫斯科 画的三张作品 来 你看 这是有点回到写实的概念 可是你看他里面有了一些线条 是他在 这个集星或是构成研究当中 会用的一些线条的概念 只是把它画成了比较 写实具象的 呈现方式 他画他的故乡的景物 诶 这张 也是画他的故乡的景物 都是在画莫斯科 他在自己的故乡还是有一份情感 诶 但这个 这张的作法 就不是那种所写实的 他还是有点具象的风格在里面 你看得出那些房子 人物 这张 就蛮接近他的这种抽象研究 这张也是画莫斯科 所以你看 他回到故乡的时候 他有画了这三张 很不一样 三张风格都很不一样 而且这三张是同一年画的 你要知道一个 艺术家在他的生命中 他的整个开创的路 通常不会一直线到底 他都会有一些 中间会有些迂回 他自己坦白讲 他自己也会有些犹豫 真实画 不是我要画抽象画 一下去就天下无敌 没有没有这种事 所以我刚前面有提到说 很多人以为画抽象画很简单 乱画就好了 反正看不懂就抽象画 那我乱画你也看不懂 那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 他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的自我质疑 他不可能永远对自己满意 甚至于常常对自己是不满意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会依照自己的不同的情境 他也可能会回头去做一些 之前的风格的创作 这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情境 那毕竟是自己的故乡 他当然那个情感是不同 可是你可以从这三章去看到说 他在战争时期 他回到故乡的那一年 他有 一样有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 好 接下来我要让大家看 这两章特别让你看一下 因为这两章名字概念一样 一章叫红点第一号 一章叫红点第二号 你不要太执着 他讲的红点是哪一个 当然你可以说是这个大块的这个红点 因为他的作品很多那个曲那个名字 名字本身都有一点象征意味 都有一点趣味性 他可能只是讲整件作品当中的某一个小东西 但是其他东西也很精彩啊 只是说取名字的时候 他可能抓一个点 所以你不要太执着那个名字 红点第一号是在1914年 战争爆发那一年化 你看那个感觉是不是就蛮 丰富的一些 自然线条或者自然形体 那你看他到战争结束后 1921年结束后两三年 他在1921年化了 一样叫红点 红点第二号 你们发现已经跟原本的 那一战争 开始那时候的已经落差很大 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 他的画面是不是变得更简洁 更精简 而且出现了一些更加明确的形体 甚至于有一点点几何化的倾向 但不完全是几何化 你还是可以从这些造型当中看出很多自然性 但是他就 已经从之前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跳脱成 这样的状态 其实这是好事 你还记得刚刚我们讲那个构成第七号吗 你看那个红点第一号就是跟那个构成第七号 很接近的时期 如果照这样的方式一直下去 那不得了 他的作品每张都这样 有点火辣啥的 你不能说不好 可是一直这样下去 他会没完没了 很难收手 不晓得该发展到什么地步去 最后可能一团乱 那他经过多年的沉浅 他虽然战争期间他的创作变少 他并没有停下他的思考的脚步 他也去 做实验去尝试一些新的表现方式 所以我拿这两张让各位来做对照 你可以知道说一个艺术家 他的生命历程当中 有一些转变存在 这个转变是很明显 而且我认为这样的转变对他来讲是好的 好 接下来这几张都没有题目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那一段时间 战争过后他持续他的一些研究工作 你看他这样的画面是不是就已经跟他 战争前的那些表现蛮不一样 你可以说这些东西里面 还是很多感性成分 还是很多趣味成分 可是你会发现理性的 成分 又加进来了 OK 好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个他的人生中很重要的 际遇 就是有一所学校 他跟一所学校有关系 这所学校叫什么呢 你看他这个名字 这叫包浩斯 这是德国在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1919年成立的一所新的学校 这所学校 影响世界非常非常大 可惜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包浩斯 包浩斯应该另辟主题 所以我们今天简单让你至少知道一下 那这也是我讲康丁司机想要连结的 因为他跟包浩斯关系也很密切 刚好让你 顺便认识一下包浩斯 来 包浩斯 1919年成立 1930年 就没了 其实他是被希特勒强制关闭的 因为他们的思想 有一些左派思想 希特勒的思想是极右派思想 不见容 这个包浩斯的思想不见容于希特勒 所以后来强制他们关闭 哎 讲到这个 各位 现在整个全世界 很多国家都有很多那种极右派思想 在兴起 这个要 要注意 好 来 包浩斯这个名字很好玩 他是个组合字 他从德国的 包跟 house 两个字组合起来 包是建筑 或是说建造创造的含义 house就是房屋或是家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说包浩斯就是一个 创造之家 那建筑这个概念 当然是来自于他们创校校长 他们创校校长 本身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建筑师 好 包浩斯的这个校舍很漂亮 现在都还在哦 你现在去看德国有那个包浩斯基金会 在德哨这个地方 那这个 他的校舍在德哨 他最开始的校舍是在威马 那威马这个地方 思想比较传统 他们对包浩斯这样的一种创新的学校 不是很喜欢 不是很支持 后来呢 德哨这个地方的市政府 很有善 他们很喜欢包浩斯的理念 就邀请包浩斯说你们来我们这里建校 我们给你补助 所以他盖这个房子的经费哦 都是那个德哨市政府补助哦 真的对他们有情有义 而且像他们还除了这个这个校舍之外 还有一些老师的宿舍工作是什么 那些钱也都是德哨市政府 他们欢迎这样子的 新理念的学校 来到这里 你看这个学校这个这个 建筑都弄现代主义的建筑 特别讲一下左下角这一餐 你看漂亮 这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他们的餐厅 这个学校很好吧 他们老师学生感情很好 他们都一起创作 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好 那这个就是 包浩斯的第一任校长 格罗培斯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现代主义建筑师 德哨的这边的整个校子 都是他设计的 好 那因为这个 今天重点不是他了 我们就让你知道一下 我们来讲包浩斯的学制 这点 我也要让你知道一下 因为这个康丁司机 其实后来有被请来当老师 包浩斯这个学校 他的创新之处 第一个 他的教师群 有两种教师群 一种叫形式师傅 一种叫技术师傅 简单讲就是 有很多纯艺术家 他们可能不会做手工艺 但是他们很懂美学 他们很懂艺术的形式 他们会被请来教导学生 那技术师傅就是当时 他们去找那些很厉害的 手工艺专家 他们 很会做家具啦 做设计啊 做生活物件 那他们有他们的专长 也请这些老师来教导学生 所以你如果今天你去成为 包浩斯的学生很幸福 你可以接受两种不同类型的 老师的指导 这个就是可以把所谓的 纯艺术跟应用 应用艺术结合 那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讲 木下的时候 说这个威廉莫尼斯 他们也是很希望透过 做手工 去创造美好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使用 可是他的一个局限就是 手工很贵啊 到最后还是只有有钱人买得起 那包浩斯他们所诉求的一种 新的理念就是 也是配合当时国家需要 因为战后需要重建 那重建的话 需要大量的房子 生活用品之类的 如果你还在那边用手工 你会来不及 尤其人口又慢慢在增长 所以包浩斯跟当时有很多的 所谓的现代设计的理念 他们都是希望能够结合 能够不要排斥 新科技 不要排斥 机器 不要排斥工业的发明 我们可以去跟 工业结合 如何在一个工业的运转模式下 提供美好的设计 那就可以双赢 我们可以提供 这个相对便宜的 然后可以大量生产的好的东西 那包浩斯在培养的就是这种 相关的设计人才 那 罗培斯当然他是一个建筑师出身的 他一开始在 设计整个学校的课程的时候 他是以建筑为中心 所以你看到这个圆圈 这个圆圈 中间就是 就是建筑 那旁边就是各种材质 各种的这个 他们学生需要学到一些基础 跟一些专业的能力 那他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 去想 建筑这个艺术 他实际是可以结合各领域的 艺术专才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训练 各领域的 这个不同的艺术专才 我们最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合作一个 美好的建筑 以建筑作为一个 一个集合大家的一个中心 那当然培养出来的人才 各式各样 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建筑师 就他们他们会有自己的发展 那 包好师的学生就可以从 这些纯艺术家 跟这些手工艺家当中 实际上学到很多很棒的东西 然后他还有一条创举 学生进到包好师 我不管你是谁 你进来包好师 你要先跟大家一起上 6个月的基础课程 上完共同基础课程后 才分到 个人的专业工作方 去实作 这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打基础 不是说我今天来我就是想学什么 我就直接 跳去学那个 包好师的这个学习的制度 他认为说 每个人都要先 学习一些基本功 而且在学习基本功的过程中 也顺便开发你的 个人的倾向你的兴趣 你或许 这6个月的学习 你才发现原来你更喜欢做的是那个 那像现在全世界有很多 这个设计学院 他们的课程理念当中 都会有个类似这个设计 就是学生进来有了可能5个月 有了3个月 有了6个月 都要先上一段时间的基础课程 才去上专业课程 这些 学校的理念通通都来自包好师 所以包好师他对现代主义 对整个现代的整个 艺术设计的学习影响非常非常大 那我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当时德国境内有很多类似这种学校 那为什么独独包好师影响最大 因为 德罗培斯眼光独到 他请了很多当时顶尖的老师 来指导这些学生 然后后来他们这个包好师的整个 成就红到美国去 那这个 希特勒不是后来因为 理念不合把包好师关闭了吗 那这些老师当然他们会逃走 他们不可能留下来被迫害 有人逃到欧洲的别的国家 像康宁斯基他后来成为老师 那他们学校关闭后他逃到巴黎去 那有些老师逃到美国去 那美国很喜欢包好师的老师 所以很多包好师的老师到美国就生根 他们 就把包好师的精神 在美国一路这样子流传下来 所以美国现在的这种现代主义 的设计也是很强大 好 好 来 我说这个包好师的学制很有趣 我顺便讲一些 我没办法介绍每个老师 我们现在在 学艺术的人 学设计的人 一定会有机会接触这个东西 伊登摄像环 我相信很多学员看过伊登摄像环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叫伊登摄像环吗 伊登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 伊登是包好师的老师 他们早期设计那个6个月的基础课程的人 就是伊登老师 那他并没有设计摄像环 可是伊登老师有设计了一套色彩学的 学习概念 后来的人把伊登的这个概念 发展成这个摄像环 所以是为了向他致敬 叫做伊登摄像环 他们有这样的老师 他们还有很多很厉害的老师 那我再强调说 今天世界各地的设计学院 美术学院 或是一些应用学院 视觉传达学院都学包好师的做法 把整个学生入学后的课程 先设定一段时间的基础课程 这也这也特别凸显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要做创作 你还不会走 不要急的想要飞 因为讲到创作 很多人会觉得就天马行空就好 高兴就好 每个学生都有天分 让他自己发挥就好 其实这都是非常空泛的错误理念 真正专业的领域 大家不是这样说的 专业领域 其实我们非常讲究基础 就连康丁斯基他也觉得基础 学习素描的能力也很重要 不是说我今天画抽象画 我就抛开这些基本工 我们现在要特别讲这个人 保罗克利就是我说的 康丁斯基的人生的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们蛮早就认识了 那保罗克利是比较先被请到 八号师当老师 他也是怪咖 我们课程真的时间有些 不然我也好想介绍他 我超喜欢保罗克利 保罗克利跟康丁斯基有点类似 就是他们两个都有点 跟这个世界保持距离 他就蛮低调的 过他自己的生活做他自己的创作 可是他的创作非常棒 他通常是被归类在所谓的表现主义 但是我讲这是个基本归类 那他比 康丁斯基年轻十几岁 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他们两个互相理解 互相欣赏 都觉得对方是很棒的人 所以他们两个人 从好朋友后来变同事 大概1922年的时候 保罗克利写信邀请康丁斯基说 我在包号师这边 我觉得这个学校的整个教学理念 你应该会喜欢 那康丁斯基很开心 他觉得说 他跟别人相处过程中 他觉得自己好像也有当老师的甜粉 他在教学上 传达理念上 他很有兴趣 他又是好朋友邀请 所以他后来加入了这个 包号师的行列 我让你多看几张保罗克利的作品 有个印象 他很酷 你看他的作品很酷 但是我先讲 保罗克利画的不是抽象画哦 他的还是有点具象成分在 他的画 都带有那种很浓厚的神秘色彩 不是有点像童话世界 可是不是一般的童话世界 是一种很深邃的 很幽微的那种 梦幻世界 那我让你看他的画 当然是说 至少你对这个 保罗克利有点了解 第二个是 等一下我们再看康丁斯基的话 他有些作品隐约 跟保罗克利的有一点那个feel 会有点类似 好朋友嘛 他们一定都互相欣赏对方的画 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一点点 不过保罗克利他并没有真的去画抽象画 他顶多是说他东西稍微接近抽象风格 他还是在一个具象的世界去做探索 好 来 在康丁斯基来到 这个 奥浩斯之后 1923年 隔年 他就画了构成第8号 各位你还记得他在 伊士大战之前画的构成系列到第7号 你看第7号是这样还记得吗 我刚说如果他第7号都已经到这样 再下去会怎样 他如果用同样的手法再下去 那那 坦白讲可能会一团乱 他会走不出来 所以后来他经过了 一些 这个 自我研究之后 他可以开发出这样的内容 非常有趣 那我们 有人会去形容说 康丁斯基的作品很像一首交响曲 像这样子的作品 你就可以 朝这个角度去思考 就真的有蛮多那种很有趣的一些感性理性的交流 音乐这种东西跟视觉艺术跟美术有个很大的不同 音乐他还是会有一些规则 作曲来讲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你 逃不掉的一些 一些你得面临的一些 比如和声的处理 乐器的处理 旋律的处理 动机的处理 还有整个整个曲子的结构的处理 那视觉艺术 尤其讲抽象化来讲 你当然可以说抽象化 我们可以大明大放 百分之两百的感性 但是康丁斯基不这样 他觉得在 做抽象艺术的时候 就像做音乐一样 感性跟理性是要能够交融进去 他一直很想找到一条路 就说引导大家去思考 说就像说我今天要学作曲 学作曲会有一套作曲的技法 那我今天如果想要去开创抽象化 有没有什么样的路径 不过康丁斯基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他并没有想要要求大家 遵循同一条路 他只是想去带着大家去思考这件事情 让他自己用他的一生 用他的创作 一直去实践这些理念 所以他不是只有在画画 他也不是只有在讨论 他是又画画又讨论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住宿的 他的这个一些内容 跟他的创作 真的就可以一起来看 OK 好 来 那他在 康丁斯基在这个 保浩斯任教的这段期间 又出了另外一本书 在1926年这时候 就是他在那边任教的第4年 叫点线面 我相信这个有人听过 这本书 他是比较在讲创作的一些方法 所以 艺术的精神性是在讲一些比较 高层次的思考 那点线面就真的 就是在讲一些创作的一些技法 一些一些概念 蛮严谨的 他里面很多案例 很多的这个 这个教学的 这个示范 那因为他在包浩斯教书 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 因为他在包浩斯当老师 他要去开发一些教案 开发一些教学 然后跟学生一起来互动 所以他出书也是一个 算这个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集结 好 然后他在这个教学中 或是他在他的书里面 他会画一些 举例的东西给大家看 那我给你看一些他在书上 写的东西 他提到点是什么 线是什么 他的描述很棒 不是一般我们 随便想到的那种 他 必然是思考了很久 才下了这个定义 然后他也讲到说 不同的线条造成了三角形 正方长方 什么有他的这个各自的 不同的性质 那 锐角代表什么颜色 直角是什么 笨角是什么 他会去讲 哇 每一种造型 每一种线条 每一种角度 他都有一些意义 当然你可以不用完全同意他的说法 就他自己的一个体悟 他觉得说 我去记录这些 我去把我的想到的表现出来 写下来 然后大家去参考 去尝试 那他自己在创作上 他会依照他自己写的这些内容 去做很多的实验 他还提到三角形的意义 他的作品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形象 他说哇 这个锐角是比较意念尖锐 动能 直角是比较什么 冷静 益智 顿角是比较软弱之内 他会有他的一套说法 那我再强调说你不用完全同意他 可是你可以去感佩说这个人他会在 创作当中 他在写作的时候 会把他在创作中的一些理解 或者他一些思考 他把他去做这样的呈现 OK 好 那各位 我们来讲 康尼斯基在这个 包括是这段时间 他就做了很多的研究 包含教学 所以他的很多的作品本身是 也可以拿来教学用 比如说像这样的作品 你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习作 他自己的创作 可是在教学上 有意义啊 他也可以让学生一起来 来看他的一些想法 当然他并不是叫学生抄袭他 他其实很鼓励学生 能够自己去开创 他跟克利两个人 都是怪卡老师 他们教的都不是那种一般传统想得到的画画课 他们教的东西都是 有蛮多思考性 蛮多弹性 蛮多开放性的一些空间在里面 那讲一个小小笑话 就是 康尼斯基 他因为他在画 他所谓的抽象表现 他会把他的一些理解 把他的一些心得 也带到课堂上 跟学生一起研究 还鼓励学生说 画画的时候 你要跟随你的内在的需要 所以我今天这一笔画下去 我下一笔要画在哪里 要用线还是用点 还是用什么方式 角度如何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 那你要跟随你的内心的声音 去做下一步的表现 他是让学生这样子去练习 去找到自己的声音 那有一次有个笑话 就是他 他 在上课嘛 他一样叫学生 找寻内在的 的声音嘛 依照自己内在的需要来表现 结果有个学生呢 就在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画布上 画了一个红色的大圆圈 就康丁司机就跑去问了学生说 嗯 你这张在表现什么 各位 一个长方形的白笔 一个红色大圆圈 你会想到什么 日本国旗 对不对 那学生就跟老师说 老师 这个看起来很像日本国旗 其实我是真的在画日本国旗 然后康丁司机问他为什么 他说 是这样子老师 因为 你不是叫我们要跟随内心的声音吗 要跟随内心的需要吗 他说对啊 所以呢 他说 因为我最近很想去日本玩 所以我画了一个日本国旗 就康丁司机说 哦昏倒 我的意思不是叫你 用这个角度 但是他没有责怪学生了 康丁司机跟学生感情也很好 而且康丁司机很谦虚 他常常觉得说 他跟学生之间教学相长 他也可以从学生身上 有些不错的发现 他也蛮鼓励学生 能够去自由开创 好 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来我们刚提到的瓦西里椅 这张椅子也是在1926年 就是他发表点线面那一年 设计出来 那这个人 这个设计师 他就是 报号师的学生 但是后来他 学得很好 他后来会回聘回来当报号师的 家具 家具部门的老师 他在1926年设计这张椅子 你不要小看这张椅子 这张椅子是全世界第一张 钢管椅 用钢管这样弯曲去做出来的结构 后来很多人做的都学他 所以他这个在报号师的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 那 为什么用瓦西里的名字 用康丁斯基的名字 那因为康丁斯基教过他 他后来就是有一点要纪念 康丁斯基老师 你可以从这一点知道说 他们师生感情 后来还帮康丁斯基设计过他的家 这个是一个案例 就是他跟学生相处 在包号师这段经历 跟他们的一些互动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留下来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他的作品 我就不一一的 跟你解说这些作品的内容 就很快看过去 就名字跟图去对照一下 很好玩 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一段时间 他去做了很多的 实验性的表现 这张很好玩 这张橘子 你看这个可能是橘子皮 不过我刚讲过了 这些题目有时候只是里面的一个小点 你不见得要执着那个题目 这叫穿越线 可能讲的是这一条 穿越这个画面写过来 那其他地方很精彩 当然要看 在包号师的这几年当中 也是他的 创作产量很 大量的时期 我觉得 跟他当时的心情也有关 各位刚刚好像那个线路断掉了 现在看得见吗 有 听到了 现在可以了 有好 可以 那我们就继续 抱歉这个 今天学校好像有在修理一些东西 好 好 现在我们就继续刚才的部分 好 我先确认一下 好 目前还在录制当中 好 我们刚刚讲到说 哎 他在 包号师的这段时间呢 他的创作量很大 因为教学相长的情况下 他可能有很多的灵感 或是有很多的想法 原原不觉的在这样的一个 的时空背景之下 好 能够去铲出 所以这段时间他的作品的值跟量都很棒 好 我很快就这样看过去 虽然是快速看过去 好 可是你就会留下一些视觉上的记忆 好 倒是那些名字也不用特别记 好 我觉得你不用特别记 你去看的是说 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他在这几年当中 他留下了这些 他的研究的成果 这张看起来很抽象 可是你看右下角很可爱 有一艘船 他很喜欢画船 船感觉有那种 出发航行的意味嘛 而且在海上去寻找方向 寻找目标 之类的 有一些这种意涵 我想可能对他来讲有特殊的含义 你看这张感觉有一点点克力的作品的味道 你会发现他会用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用不同的色彩的 这个调整方式 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创作的可能性 当然你还是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类似的 物件会不断出现了 那这张蛮好玩 这张是他送给克力的生日礼物 那好朋友 互相以艺术来交流 这好可爱 这也有点克力的作品的那种味道 这张叫沮丧 我特别讲一下 这张是1933年画的 就是 他们在德哨那段时间就开始受到希特勒的迫害 后来他们搬到柏林 试图重振他们的整个的步调 但是 依旧徒劳无功 最后还是被被迫关闭 我相信这张 这个沮丧 这张应该是跟保浩斯被迫关闭 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地方居然被关闭 那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他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教学生涯 所以这张我特别让各位看一下 好 好 那他这个离开报告是 后来到了法国去 到了巴黎去之后 他依然跟巴黎的整个艺术圈 还是保持着距离哦 他中期一生其实都跟这些艺术圈都保持 相当程度的距离 他并不是不欣赏那些艺术家 像他曾经 在书上也写他跟朋友聊天说 他觉得 毕卡索跟马蒂斯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他也很认同他们在艺术上的创举 只是他 不大喜欢去跟人家搞鬼 他不会说好像到了这个圈子 就到处交朋友 到处跟人家 社交 他不喜欢 他依然还是在他自己的创作的步调上 不断努力的去研发 那 这个 人生后面是十几年 他后来有画出很可爱的东西 你看这个里面都好像有些很可爱的小东西 然后你也想成是一首可爱的小曲子 就作品当中常常会有一些蛮像那种音乐的那种感觉 你看好可爱 有很多很有趣的小东西在这边 办舞会啦 或是说很像是一个音乐会一样 这也是 你会找不到可以辨认的东西 可是你会觉得 那些动感啊 那些空间表现啊 真的是 哎 怎么想得出来啊 怎么样去做出这样的 那因为他已经 常年在做 类似的实验 常年在做一些创作的研究 所以他其实可以不断的去创作出一些很好玩的内容 也有像这样子的作品 好可爱哦 看到这个你有没有想到一种东西啊 就我们做那个射盲测验的时候 有没有 射盲测验的时候不是我有那个图 会很像这种感觉 好可爱 这左边这张是叫流星 右边这张是星星 宇宙中很多星星 很可爱 好 我们刚才有提到他在1923年 他到8号市的隔年 他画了这张构成第8号 后来又隔了13年 那个时候是已经 报告是已经关闭了 但是后来他 觉得要再发展这个系列 他又画了构成第9号 哇 也很精彩 你看 你看这个空间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些斜线在主打这个空间 可是在这个 空间之上有这么多灵活的东西在这边 游走或是飞舞 所以他的作品 尤其像这些大型的这些 哇 很值得去细细的去欣赏每个细节 很棒 再来又隔了三年 1939年 刚刚这张是1936年的时候 1939年 刚刚看过对不对 人生 最后阶段73岁的时候画 有点像是把他 一生对于构成这个系列的研究 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整理 我觉得也不能叫总结 因为他其实可能 可能还有很多想法是可以去表现的 那给大家一个观念 他虽然他的 构成系列 我觉得构成系列在他一生的研究中很重要 虽然他只有编号到第10号 但我让你看几张 我觉得那些作品都很棒 从他的整个架构 他的整个分量 他的整个水准来说 其实都可以列入构成系列 好 来看一下 你看这好好玩 伴奏的东西 你看又跟音乐有关系 在蓝色里 这张也是他蛮重要的作品 你看 很酷耶 这个人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居然可以不断不断的去铲出 你虽然会看到有一些类似的一些 基本的形象出现在画面中 像圆啊 三角形啊 线条什么 可是他就是有办法变出 这么多不一样的作品 好可爱 而且好强大 是不是 我们说真的很强大 这张也很有名 啊 黄红蓝 这张色彩感蛮饱满的 加上那些线条的表现 很精彩 还有这个 这张主调曲线 很像音乐 哇 你说这个 真的有那种像交响乐什么那种感觉 好厉害 好 各位 这个刚刚我们有断线一下子 所以时间往后耽误一点 可是我真的很想让你看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影片 是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康丁斯基的作品 蛮可爱 蛮好玩的 我觉得蛮值得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好 所以 所以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好吗 好 等我一下 马上处理 好 那我现在呢 短片准备好 要来放 这个短短的时间而已 一分多钟而已 看一下 那我会先把麦克风暂时关闭 好 好 好 我认为这个短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刚刚这个蛮酷的 用现代动画的方式 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他的作品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思考 就是说我让大家看那个的意思 倒不是说我们就以动画所呈现的这个方式来看康宁斯基 我认为用刚才那样的方式来看康宁斯基 有点小看的康宁斯基 刚刚那个只是一种趣味性的表达 让我们试着用一点发挥一点想象力 去想说他的作品呈现在这样的一种平面上 可是我们加入了很多的想象力之后 他可以跳过那个平面变成一个新的世界 那就有点像说我们在看金庸小说被改编成武侠剧 你不管看了再多的改编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不管看再多的这个改编的戏剧 我终究觉得还是回头看那个原著是最好看 那原著是纯文字嘛 可是我们在这个文字的世界去看他的这些 这些描述的时候 我们的内在会自己产生很多很丰富的印象 很多很丰富的画面 那那些连续剧啊 那些改编他们演出来东西 可能反而会让我们的想象被限制了 不管他演了好不好 就是我们的想象会被钳制住 我们不如回到原作当中去细细的去品味 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讲 我们在欣赏康丁斯基的作品 虽然他是以平面为主 其实你就花点心思 你好好的去看着他的画 好好的看着他 看着他10分钟 看着他20分钟 去细细的去看他每个画过的地方 当然有很多欣赏方式 你也可以站远一点看整体 让自己的想象力参与 那你要想象什么呢 你说那你要我想象什么 我不是要你想象说 哦这个里面那个可能是一只猫 哦那个里面可能是一棵树 哦这可能是一个故事 我不是要你想象这个 我相信康丁斯基也不是要我们这样子去想象 因为他会告诉我们 我就没有特别想画 任何特定的物件 这是他一生努力的方向 那他要如果我们要去欣赏他的画 你要投入很多想象 你也得要打起精神 你也得要去发挥一点创作的性格 我们之前有讲过艺术家的作品 创作好之后 我们观众在欣赏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菜在创作 尤其在欣赏抽象画的时候 更是这样 在创作 每个人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不要把它去连接到真实世界的物像 我们要的想象是说 我们去想象这个东西 它可以带来某种什么样的 这个心灵上的一些刺激 或是想象这些东西 可能在画面中 它是怎么移动的 它是怎么互动的 他们是怎么样去达到这个 不同的层次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想象 也是基于一种抽象概念的想象 不是去还原成真实世界哦 大家不要搞错了 最后来看 这是康宁斯基人生最后一年 过世的那年画的最后的水彩 刚刚又断写 现在好了 现在又出来了吧 有 现在有出来 可以了 OK 我们要讲结语了 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线路真的讨厌了 拍大家在那边等 OK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是他人生最后一张的水彩画 那感觉也是有点那种反复归真的味道 画了这些船 然后你看这些线条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可能是很多的河流或是海流 那不知道他人生到最后这个阶段 他在想什么了 是不是他也有在想着他一生 好像做了船出航 到这个四处去找寻他的目标 那可能也想到说 他在一生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经历 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这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去 做一些这个想象 那一个这么了不起的艺术家 他一生为我们创作了很多很独特的作品 在他在世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他 甚至责难他的 但是他还是能够秉持的勇往直前的精神 持续的在他的路上 那我觉得他成功了 因为他坚持到最后 他用他一生的这些创作 加上他的著作理念 让大家去了解他 所以他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他对世界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好来 最后我们来 看一下 他讲过的这句话 艺术家不是天生的幸运的 他必须背负着创造的十字架 用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透过自己的行为和素材 创造出自己的作品 这个应该蛮能够当作他一生 整个努力的写照 你看他特别提到说 艺术家不是天生幸运的 我相信这样的理念 我们之前在讲一些其他艺术家的时候 也都有讲过了 绝对不是大家想的很光鲜 水手一挥就是名作 然后大家都追捧 不是这样子 他们的人生 真的有很多很多自己要去开创 要走的路 那尤其像康宁斯基这样子的艺术家 就像说皮卡索 他开创那样子的创新的内容 是没人做过的 过程其实蛮辛苦的 康宁斯基的这个抽象艺术的开创过程 想必也是辛苦的 但是过程中也有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快乐 他自己不断的去 证明他自己或是不断的去追寻自己的内在 最后达到了一个境界 并且影响了全世界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生命 是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去认识他 所以我在这一次特别排康宁斯基 就是希望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个这样了不起的艺术家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在断断续续中 告一个段落 非常谢谢各位 这个一同参与 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同学 有没有哪些同学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提出来 老师有听见我声音 有有听见 是不是有谁麦克风没有关系 好像会串 他会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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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如果没有没有发言的同学 老师那那我用 因为我刚刚 我今天是用我先生的平板 然后我又同时开着我的手机 那有可能是两台机器在穿 不好意思 对好像我用我的手机讲的时候会有答应 那我现在用用另外这边应该没有了吧 哎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谢谢谢谢 感谢感谢 好那有没有 我想请教老师的就是 呃 这个这个画家我们是真正的都没有听过 尤其是我们这种没有任何艺术背景的人 但是他的画我们却常常看到 呃也许不是他的真机 或者是呃不是他的画 因为我们以前根本不了解 但是他的画好像在近代 还蛮怎么讲 就是我们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 在很多的电影里面 呃 比如说像一些富豪啊 或者是一些收藏家 或者是一些企业家他们很有钱 然后他们的办公室或是他们的家里面 就会悬挂着呃一些类似呃 啊这种画好那所以我现在终于了解说哦原来这种画呃也是很有价值的 当时我们都当时我都觉得这些画感觉到底在画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就是不了解 因为我们呃 嗯 其实大概就只知道范古啊米勒啊 碧卡索啊 知道他们的话很之前 嗯 那 我的问题就是说 老师刚刚有讲到 他的画 比如说 我的理解 maybe他就是用点线面来串成的 然后用非常鲜艳的色彩 他的色彩非常鲜艳 然后我非常喜欢 那老师有讲到 刚刚他的画也是有做一些草稿 那请问一下他的草稿 不像之前那些有名的画家 他们好像都是用铅笔做素描的那种草稿 他的草稿好像就是直接都有上色了 是吗 他也是有些是单色的草稿 只是我没有秀出来 他也会用铅笔去做一些单色的 就是线化 用线化做一些基础的规划 但是那种线化的规划 他有的就简单几笔 那他喜欢他有时候会喜欢用水彩 先把它感觉先整个先画一次 之后再画在油画上 哦 ok 所以都有 好谢谢老师 那另外呢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老师说他 自己会写作 然后自己会去解释一下他的画 他的概念或是什么的 也就是所谓的评论 那我 那老师有讲说这些评论家 他也许本身就不是画家 就像一些音乐他们的评论 那也许他本身不是音乐家 那我的好奇就是 那这些人他如果本身不是画家 他凭什么做评论家呢 而且在市场上 这些评论家的评论 往往都会影响到一个艺术家的 他的艺术价值 比如说他像一些什么歌剧啊 或者是演员呢 他们去演完了之后 他们都会很注重第二天那些评论家 在报章杂志上面对他的评论 那如果说对他的评论很好的话 那他也许就爆红了 或者是就是越来越红 然后他的就是卖座会越来越好 那如果说他的评论变不好的时候 他maybe就会走下坡 所以我的好奇就是 那这些人 他本身不是这一个 比如说他就是不是画家 他凭什么去做评论家 然后大家都要听他带的风向呢 你这个问题很棒 这个问题很棒 而且这是个大灾问 这个问题 光这个问题可能就要开一场讲座了 不过我们简单讲 就是你这个问题是一直以来都有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个 有些评论家是很有sense 是真的可以一针见血 去讲到很独到的见解 他不见得自己有创作 不见得自己懂音 不能说不懂 就是说不管是艺术类的 美术类的评论 或是音乐类的评论 他们有很多其实是很有涵养 我必须这么说 并不是每个评论家都不够格 但是就像您讲的 有些评论家 他可能真的所知有限 或是他带着有色的眼光 他有偏见 但是他却拿着他那支底 去任意的去否定别人 这的确是一个痛 有很多的艺术家音乐家真的都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即使是顶尖的音乐家 顶尖的艺术家 你也很难说完全面对这种事情完全没有情绪 可是我们只能说 就是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元的情况下 我们大家要越来越学着 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或是说你要多听多看 比如说音乐 同样的演奏 那你要多听不同的演奏家的表现 不同的乐团的表现 那艺术你也是要多看不同的表现 那当你多听多看之后 你的内在就会比较容纳比较多的可能性 那当有人用一种偏颇的眼光来评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心里就会有个底 他这个评论可能是基于某种立场 而那个立场我懂 我知道他为什么从这个立场去评论他 但是他的评论未必是公正 因为可能他只是从那样的角度 就像说有人从写实的角度去评论毕卡索的亚维隆姑娘 他就觉得他作品很烂 就像有人用具象的角度评论康宁斯基 音乐也是一样 有人评论音乐家 他的演奏可能有他的好的地方 可是他偏偏从另外一个角度把他讲得很不好 反过来讲也有那个讲的明明没那么好 讲得超棒的 就明明可能我听过一些国外 有些是很有名气的音乐家来台湾演出 其实那场演出的水准并不够 但是评论家给他抬得很高 因为他名气响亮 有时候是有一种相互 因为他名气够大的时候 评论家不敢批评他 所以这个东西很纠结 有很多的很复杂的因素 我只能说我们大家要让自己建立起更丰富的视野 更丰富的理解 那至少因为那些会乱讲的评论家永远会存在 他们不会消失 那我们就是先让自己的内涵强化 那他就骗不了你 或者说他就没办法去误导你 或者说他就没有办法 当然有些不是恶意的 有些他可能也是很真诚 就是说你至少不会轻易的被牵的鼻子走 我自己当艺术老师 我早年在看艺术教育的书 如果我只看一本或一种流派的教法 像我第一本看到了一个日本的教法 它是超开放的教法 感觉就是完全放任小孩 那如果我一辈子只看那一本 我就觉得说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就是用这一本的方式教我的孩子 那就糟糕了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奇 我会读很多 读了很多之后你回头 然后就知道说原来每一个脉络都有他的出发点 那你自己可以去从里面找到适合你的点 那你就不会流于偏差 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是这个 所以刚刚这问题很棒 那我真的鼓励大家多看多听 然后你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性的判断 这个在现在这种媒体混乱主导讯息的年代更加重要 所以不只是评论员的问题 媒体每天也是在想要误导我们 你要讲说你不看新闻 你就跟世界脱节 可是你看了新闻你就跟现实脱节 这个很为难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理解 自己对世界的了解 如果越多就可以越加 越避免这种偏颇的状况出现 我想大概是先这样跟大家分享 谢谢您的问题 对那但是这些人 他凭什么自称为评论家呢 这个要讲到社会学 这个有一些社会一致 他常常去发表一些文章 然后久了之后 人家就认为他是评论家 对如果你从比较简单的生活面 也说有些人他可能乐于发表 他可能刚好得到某种位置 然后那个位置刚好让他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会有人愿意刊登他的报道 那他的东西就被看见 那当然你说现在 有人自称评论家 他到底够不够格 坦白讲 就像很多人自称自己是正妹 然后自称自己是女神 但是他可能也不够格 就是尤其这种媒体混乱的时代 那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媒体 每个人上FB上网 就啤啤一顿 就好像自己也可以评论东西 那所以我就说 这些人永远不会消失 那以社会机制来说 当然他们每一个人 有找到自己位置的机缘 或是方式 不管他用什么手段 或是他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 总是有存在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只能说从自己 先培养起 比较不会被牵着鼻子走 谢谢 你这问题很棒 谢谢 好谢谢老师 谢谢 然后就是我有去 我有去吗 有有有 那那个因为 老师上个礼拜有 有在预告 就是这个礼拜是 讲康廷司机 所以我有去查一下那个资料 那就是刚刚的 那个他的学生做的那把 全世界第一个钢管椅 到现在都还 在市面上都还是有在卖 而且是算是那种高级家具 一个椅值都要1万块以上 那线条是非常简洁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 就是他的学生跟跟他的老师致敬的一个 一个方式 然后又流传到现在 真的蛮棒的 我想那个椅子应该坐起来蛮舒服的感觉上 那还有另外就是 不好意思 我刚刚有有注意到老师在讲那个 他的 蒙德里安的时候啊 那个老师可能把 声音没听见哦 对不起 目前没听到声音 抱歉 声音 刚刚声音听不见哦 老师没注意到 刚刚有一段没听见 对你说讲蒙德里安的时候怎么样 蒙德里安的英文名字好像跟康丁斯基是一样的 啊 可能我忘记把那个改过来了 谢谢你提醒我 就是蒙德里安的名字应该用他的英文名字 我可能在做那个 对对对对 他的英文名字 对英文名字好像跟那个康丁斯基是一样 啊太好了 谢谢你提醒我 对没有做简报的时候把那个画面拉过去改那个字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有一点小小的舒适 感谢你感谢你提醒我 非常感谢老师 让我们接触到不同领域的画家跟艺术家 真是大大的增长了我们的见识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来 那请问有没有其他同学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想法 好如果没有的话 刚刚也是这样断断续续 断续了两三次 那时间也已经到12点了 抱歉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个地方 下礼拜讲这个玛格丽头对不对 这个人超酷真的要来看 OK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 谢谢各位 拜拜 好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拜拜 拜拜